文化部文资局从短午节开始到10月3号中秋节连假为止 就在台中市复兴路上的文创园区 连续举办32场的半桌看戏传统艺术表演活动 主办单位在7月19号下午3点开始 安排了台南市竹桥国小学生所带来的牛梨歌证 双人对打的白鹤证和郑寿宫石家将演出 让民众在炎热的暑假当中度过一个悠闲轻松的周日假期 为了让台湾各地的传统表演艺术都能被民众看见跟接受 这一次半桌看戏的传统表演艺术活动 安排的都是百年难得一件的正头文化演出 内容丰富场面又热闹 台南市竹桥国小的指导老师黄维芬表示 台湾传统的牛梨歌证结合歌唱舞蹈戏剧的表演 将人文艺术融入到节日跟生活中 可以让民众了解到艺术传承的意义 现场也聚集了很多民众一起品味戏中的滋味 牛里正其实是一个结合歌唱舞蹈还有戏剧的一个综合性的表演 那学生来参加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它可以结合艺术人文很多重要的因素 元素然后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 而且可以了解到我们就是早期一些农村生活 文字局在将近三个月的伴桌看戏传统表演活动当中 几乎每个周休二日都安排了精彩的艺文表演 希望能够让普罗大众体会到台湾文化资产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传递传统表演艺术的温暖人情味 寓教娱乐 提升宝岛福尔摩沙艺术环境的水平 创造多元美好的文化台湾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台中报导